黨章目前的規定 其實某種程度上 他是摻著了就是說民意 還有黨員投票的一定比例 想要兼顧這兩者 現在是7.3比 就是民調7 然後這個黨員的部分是30% 我覺得這個大概會是 最大的一個供應 你說7.3會過 不會是5.5 我不曉得會不會過 但是我的感覺是 如果要摻著說黨內黨 黨外 外界對國民黨的看法 還有黨員的意思 都要兼顧的話 其實本來黨章的規定 應該是最大的供應 明天會不會有可能 討論二階段的事 就是說周錫瑋所講的 我走起來應該不至於 應該不至於 因為畢竟他是周錫瑋 個人的一個看法 所以你不認同兩階段的想法 我不是不認同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在整個目前的這個 黨內初選制度的討論裡面 並沒有把那項列為說 去做討論或做研究等等的 更何況周縣長所提的兩階段 到底跟之前大家討論說 要不要把徵召列為選項 第二階段是不是徵召 對 這個到底方法我們一樣 不一定 最招還是再PK 對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 因為如果是 因為你知道兩階段 你就是講成 反正最後找出一個 要能夠贏的人 只是現階段 因為可能考慮到韓國瑜 他不會參與初選 可是他目前就是 他不會參加第一階段 對 目前他又是人氣最高 所以大家才會討論到這些選項 那個最大的宗旨 目的是說國民黨要贏 明年要贏 可是你知道嗎 現在大家其實都不關心 這一階段到底怎麼樣 大家比較關心 這第二階段會怎麼樣 所以這個反倒是 國民黨現在面臨的問題 現在變成說大家 大家覺得說 目前參與第一階段的 或者能夠有條件 參與第一階段的 實際上大家認為 那搞不好不是最強的人選 不夠亮眼 然後當然還好幾個月後 我們不知道 在目前來看會是這樣子 所以才會有很多的 其他的想法配搭認為說 我們不能有漏網之魚 就是說這樣大海裡面去撈撈 就是最後我要撈到那一個 最好的 最大隻的魚 最能夠贏得明年勝選的 我想這個是所有藍營支持者 或國民黨支持者 裡面最大的一個想法 可是應該對於很多 明年要選立委的 也是有一樣的想法 因為畢竟總統跟立委一起選 這裡面它會有母雞的一個效應存在 所以大家會很現實去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哪一隻母雞 來帶領明年這個221的選舉 對國民黨來講 是最大的公約數 而且是最能夠盛行的那個人選 當然是最強的那個人 就是最強的那一個人 至於這樣的機制 能不能篩選出最強的那個人 那就我們就拭目以待再看看 我今天聽他在接受廣播的訪問的時候 他是講 他說他是期望可以 國民黨可以推出一個最強的候選人 無論這個候選人是誰 他都會全力的支持 所以 如果兩階段能選最強的 他有沒有同意 他沒有談到兩階段或一階段的問題 但是我講我個人看法 我是覺得當然以國民黨來講的話 當然如果一階段能夠推出一個 最強候選人 我覺得對國民黨來說這個是最上策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現在 其實說實在 朱立倫跟韓國瑜 韓市長 在部分民調 其實跟柯文哲都是差不多的 當然韓國瑜是有領先比較多 但是朱立倫也是在 你看的是哪一份民調 為什麼差不多 比如說蘋果日報的民調 就差0.6% 那個比較舊一點 你不能看比較新一點的民調嗎 他一個禮拜從輸0.6變輸11.3 這是最大的問題 我剛剛講的就是 不同家做的 不同家 做的 所以要再多做幾家 所以民調起起伏伏 如果說在就是低階段 我們就可以順利產生一些候選人的話 我個人認為 不是一些 是一個 一個候選人的話 就比較能夠 彌平一些黨內的一些紛爭 因為就像剛剛委員所講的 這個現在制度搞得非常複雜 現在國民黨給別人的感覺 就亂招招的 沒有很複雜 就是7 3或是5 5 2折1 就吵一吵去 就是說我先喊一個全民調 你喊一個全黨員投票 不然這樣子 一人退一步 5 5 就感覺這個制度 已經沒有理性討論空間 變成一個喊架了 你說全民調有弊端 我說你黨員投票有弊端 所以我就很好奇說 禮拜三中常委 到底要怎麼討論這些制度 因為大家現在好像沒有一個 沒有 你黨章都沒有認真讀 你們的黨章 現在的總統初選辦法就是7 3 7成民調 3成黨員 如果登記參選的這些候選人 有意見的話 可以另外協調出全民調 問題是7 3就是現有的制度 沒有亂七八糟 我知道 我的意思說 我們現在討論那麼多制度的目的 就要去改這個東西 有人想要改 就是想要改 所以大家才會提一大堆 包括周縣長他講這個兩階段的 也是想要去改變這個做法 所以才會提 我覺得無論如何 只要能夠國民黨 可以推出一個最強的候選人 我覺得朱宇遠 朱宇遠 你們最後的結論 都是三民主義 同意大陸 在國民黨的初選制 本來在這個結構中 就已經是不斷的被討論 那就應該要針對這個問題去解決 好 洪秀柱的時候 比如說7 3要改成8 2 對 7 3 8 2或是9 1都可以 如果說一定要反映 國民黨的黨員的意志的話 你9 1也都可以 也就是說按照你的結構來看的話 你就應該 國民黨的黨員 還是可以表達意見 那個10% 民調90% 你如果訂出來了以後 就不要再改了 可是洪秀柱又搞一個防專條款 又搞一個全民調 最後又把人家換掉 這樣的情形下的時候 就讓台灣的民眾對於國民黨 那麼覺得這個黨 實在是一個人質的黨 因人涉事的黨 不贊成 當時主席式的就是朱立倫 所以他整個責任都要往身上扛 不管他怎麼解釋 他是黨主席 所以責任他要扛下來 扛下來對他來講的話 他的政治人格就受傷害了 因為一個政治人物 他要走得遠 要走得長 對於原則性的問題 對理念的問題要守得住 我們強調對理念 對原則的問題要守得住 原則的問題 像黨內的規則裡面 例如說當時不應該換柱 即使誰給你多大的壓力 誰給你多大的苦勸 你一個黨主席 你本身都不應該去改變的話 這是原則 你守住的話 今天大家會給你機會 可是你守不住的時候 你今天怎麼解釋 大家不會給你機會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理念的問題 以核養綠在當時已經變成理念 就是反核跟永核 彼此之間的理念之爭 它已經不是理性之爭 不是科學之爭 是理念之爭 既然已經演變成為理念 已經脫離理性了 脫離科學了 那就理念之爭的時候 你的理念是什麼 我覺得剛剛龍介講得很清楚 這個核能是一個便宜的 是窮人家的電 我們台灣是不是富到流水了 富到都是油 日本人做不到 因為日本本身沒有能源 法國人做不到 法國人本身沒有能源 他們沒有石油 沒有天然氣 所以他們一定要發展核電 即使連德國也都做不到 所以他向法國去買核電 那是因為他本身也做不到 他要去買 好 我們就可以看到 因此你要完全用風力發電 完全用綠能發電 然後再補充火力發電 你會對台灣造成污染 而且它的價格太高 會阻礙台灣所有的經濟的發展 其實理性都告訴我們是如此 但是問題就在於 當他成為理念之爭 就是意識形態之爭的時候 政治人物在這個時候的關鍵 就很重要 而你政治人物在這個時候 你去投機 你去討好民意 然後你去不敢跟民意對抗 然後跟當時的民意對抗 結果你把你的理念 你沒有守住 你今天一回過頭來說 我今天要啟動核四 所有人就會問說 你到美國矽谷 你是見了哪一位核專家 你既然是學習之旅 所以我們也不想讓我言之為難 不過朱立倫這次 他們有跟著去戲國 朱立倫這次到底到了美國 去見了哪一位核專家 而那位核專家給朱立倫說 核廢料我可以幫你處理 如果沒有的話 他怎麼會回來以後 變成核廢料他可以處理 以前不能處理 為什麼他去了美國一趟回來以後 變成可以處理 所以我們就會要問 你見了哪一位核專家 或是你見了哪一位 美國的重要的人士 他給你保證說 核廢料我幫你買單了 如果沒有的話 你為什麼以前不能處理 突然間變成可以處理 這個部分裡面 我倒認為 這個都是沒有辦法說通的 我覺得這個最 朱立倫聲量升高 可是是負面聲量 絕對不是好事 沒辦法說